大家好,歡迎回到遊戲頻道 那今天要為各位轉播的是高手投稿 由投稿方RKO投稿的是天梯單人1500分的天梯對戰 那這一場是地圖阿拉伯 不過跟大家講一下阿拉伯因為最新的改動關係 我們的Skin 我們這個 地表的這個顏色從原本的阿拉伯變成綠色阿拉伯 跟大家講一下這一樣是阿拉伯 地圖地形是一樣爛的 不過我講一下我個人意見 我覺得以前的阿拉伯那種顏色更為殘酷 改成這個綠色我自己沒有很喜歡 但是優點就是CD我2都有一直在更新 而且每一次的改動的平衡性我覺得都不錯 所以就大家再習慣一陣子 應該就會好一點 好,那雙方文明是波斯對上瑪莉 這兩個遊牧很強的文明居然在阿拉伯遇上了 那就直接來看一下 包含波斯 小心他TC爆 不知道他會不會TC爆 當然就看一下 那這張阿拉伯下方有三個魚群 喔,魚池塘 還蠻罕見的,這邊也有 除此之外看起來好像 這個新版阿拉伯裡面沒有什麼太多的改動 就是把它改成這個植被式綠色而已 老實說我是不太習慣啦 我之前好不容易才習慣那個沙漠的阿拉伯現在變成綠色 挺奇怪的 好 那就直接來看一下RKO的對戰 在地形上看起來 RKO這邊還算OK 不過他這個祖金還蠻尷尬的 不好圍 在一個山坡上面 對手波斯這裡的圖還算OK 他如果真的要開大尾的話還真的是可以 好有點貪心的話那就這樣 TC做防守 或是這樣子拉 也是可以 好看等一下 對手波斯怎麼弄 看起來對手這個波斯 推路這裡好像是有點小失誤阿 推的沒有很順 好推的沒有很順 好 我們這邊稍微快轉一下 好那RKO這邊是三人伐木 波斯這裡四人 除此之外雙方都在推路 好雖然都是基本開局 不過這邊因為剛剛RKO可能有卡房的關係喔 所以他先點了直補 村民術落後一村 也許是因為怕對手過來TC爆的關係 所以先點直補也有可能 好剛剛沒有注意到 兩種可能嘛 要嘛一種就是卡房 好要嘛就是防止對手TC爆 早期戰爭那就先點個直補也覺得 我覺得也OK 好雙方到這個封建時代 會打怎麼樣戰術呢 波斯沒有過來TC爆 打一個三名兵騎手 挖黃金 那應該是要打小公 對RKO是馬舊騎手 三名兵騎手打這個馬舊開 我個人還是覺得 馬舊開的這一方 比較辛苦一點 那這裡有出長江兵做防守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如果你是馬舊開的話 對手等下長江兵跟小公會拉過來 那你第一波沒有解掉這個三隻裝甲 比如說像現在RKO要來打這一波就很辛苦了 我解不掉這個東西 但是好的地方是RKO有小微 然後現在肉馬在這邊集結 我現在蠻意外的是對手這長江兵居然沒有生 只有生小公 如果能生一隻長江兵出來 加小公 可能更好 RKO這邊 處理的非常的好 小微之後 馬上蓋射箭場 然後進來 亂到一些東西 然後進來 好現在有生長江兵了 所以打到1500加雙方的這個封建上來的基本套路 不管是自己還是對手偷 其實都還蠻熟練的 就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後就一擊射射箭場出來一擊射 解掉這個東西沒問題 裡面只能堆毛兵 目前也OK 反正毛兵有一擊射 也是能打掉這些裝甲 對手的黃金配置現在有五個人 感覺上有點多 然後在裡面偷偷續 那這裡 阿Q可能要趕快清掉這裡 我們這邊稍微快轉一下 哇這村會死的嗎 死一村 哇還死兩村嗎 哇這一波遠虧 哇最終在這邊死了兩村 好慘 所以通常你打馬國的時候 如果你是民兵開轉小宮加長槍兵 其實我個人認為是非常有優勢的 好比說像 跑加利亞 日本 這些可以打民兵開很強的 你直接打民兵開 剛好你對手是馬國的話 我會建議馬國這裡 雖然你是馬國 但是你小宮開會好一點 先想辦法解掉 對手封建上來的第一波 再來轉馬都沒有關係 好這邊建議 那現在這邊又一個高地打滴滴 那剛剛有講阿Q這個地形 不是他願意的 他主經就是長這樣 很難處理 好 村民術的話 落後非常的多 好然後阿Q這邊也沒有輪走了 所以你雙方實力正常的情況下 就是真的驗證了 你馬國馬就開 對上民兵開 轉小宮 的這種套路 你會比較吃虧一點 那我自己個人認為 現在阿Q需要兩個射箭場 除非等一下就是要打 打這個馬就 好這邊兩個射箭場的原因 是因為我希望這邊可以大量的出毛兵 好先出毛兵 好這邊有第二個射箭場可以 該當對手的這個兵量 滾搭在一起 你什麼出什麼你都打不贏的時候 這邊就會建議全出毛兵 好全出毛兵 然後如果時代輸的話 阿Q這裡就賣個石頭 夾一下 然後自己再出個馬就 有馬就 出兩個馬就 兩個射箭場的馬就 都OK 然後你如果是要出駱駝 做防守 以防波士騎士 等一下上來打的話 基本上都還OK 我個人認為 那你上城堡之後 如果對手沒有打強軍事 你再把石頭買回來 開2TC 以整體上RQ這邊的流程 不會掉太多 雖然吹命術真的是落後蠻多的 在這個封建時代 好雙方是47村對上41 這邊RQ點了輪軸 對手沒有點 然後也是一個沒有點科技的 玩家 那這個不點科技 經濟科技的這個打法 我必須跟大家講 就是不只是我上一級 或是上上級 現在有很多 從1500分以上的天梯對戰 單挑局 我知道的 很多人現在都不點經濟科技了 那我個人覺得 看情況 現在 比起早期的Meta 過去的Meta 有更多的玩家 是偏向於點這個升級 大於你的經濟科技 當然一直都很強的viper 他們就不說 他們就是一直都是會點經濟科技的 不過我覺得現在的玩家很多都不點了 包含這場又是一個不點科技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希望 看到更多玩家拿出你們的本尊 本號去打天梯 不管是單挑局還是團戰局 因為 可能我們台灣世紀立國圈 可能受到一些頻道的影響 或是我的頻道的影響 可能我們會覺得說 這個科技就是一定要點啊 什麼什麼不點的 我還是要重生 就是在我收看了這麼多的投稿跟對戰 頻道製作一年以來有600多支片 這是我的結論 就是沒有一定 那現在對手也上來了 然後會發現他一級目沒點嗎 還是他故意不點的 不知道 好 那這就是私立國圈好玩的地方 每個國家的meta都有一些不一樣啊 好 那對手波斯上來之後 他沒有賣石頭 他是可以開TC的 不過他目前沒有開TC 打一個強軍士 這個田 好誇張啊 二三田了 我覺得他這個 看他要不要開TC 波斯開TC爆經濟其實很強的 因為波斯他生存比較快 工作效益有提升 那這邊波斯打強軍士 打瑪莉的話 個人覺得沒有持槍太多 雖然波斯也有駱駝 但 看 如果要比經濟的話 我覺得波斯還是好一點 抱存 這裡可能 開個2TC也好 不一定要3TC 2TC 去加速自己的經濟 我覺得是可行 那現在對手是硬罐 這個騎士非常多 那現在RKO是 反倒是有一個雙TC 這個雙TC非常漂亮 我剛還在看 這個裡主金被控住了 怎麼還有地方可以生這個駱駝 他找到這個金 而且是安全金有這個TC了 這一波RKO的觀念非常正確 這邊挖不到就不要硬搶 來旁邊找這個安全 現在對手一波關不了RKO之後 也開了TC 我目前是 相對逆風 追命數是59對上48 對手後面把這個木材拉回來了 一擊木拉回來了 離開 好的 我剛剛的 我看 RKO要小心的是 他的科技沒有 這邊 瑪莉的駱駝機體叫x 這邊直接被幹一波 有可能會被淹掉 如果對手此時又來個前置BK 真的來打一個強軍士的話 加上僧侶,尤其是僧侶在這個局,僧侶出來很可怕 所以我認為RKO現在也是要有一個修道院 馬國對決駱駝戶對決就有一個修道院 那現在波斯機體是 哇要直接二攻二防 這麼兇狠 那這邊RKO怎麼打呢? 這邊有圍起來很漂亮 三個馬舊 能出駱駝 對手是兩個TC 這裡是兩個TC 對手這邊也全部都圍死了 這邊還沒圍 剛魚做的很好 現在目前看起來 對手整體的節奏還不錯 第一體也贏 這邊RKO可以把他把握在裡面嗎? 沒有 好 這邊波斯拉掉 好 這個局裡面真的有一個生女是真的很舒服的 好這邊一波對抗 很難 對手被殲滅 哦數量上有差之外還有這個一些駱駝是在高地進行攻擊 現在對手上來拉一個修道院在這個地方 這時候的修道院在這個中央 我個人覺得沒有必要太晚了 而且現在前面已經打輸了 對手這個修道院開在自己家裡就好了 那RKO也是現在需要一個修道院 現在就是駱駝對駱駝的Snowbow 看誰駱駝多 雙方都是可以用駱駝壓制住對方之後再轉一些騎士打一個大城堡 那邊說是84對55落後非常的多 科技 全輸 但是這裡的經濟科技 對手沒有點 我覺得這個對手要點 要點經濟科技 在這個時候 我的話啦我的理解是 既然你沒有要打一個 比如說Fast Imp 或是Fast Castle這種打法 以馬國的對決 駱駝國的對決 吃肉吃很多 這些科技我是建議要點 我是建議要點 當然你有自己的理解 可以上分那當然是更好 這個是沒有一定 但是是我個人建議 那對手開了第三個TC在這個地方 這一盤非常的精彩 雙方都有一個修道院 雙方的修道院在這一盤我覺得來的都有點晚 如果可以更早出關的話 可能有一方已經有兩三個 可能這個 接受會更好 現在RQ轉這個長槍兵 這個轉兵非常漂亮 因為波斯如果要在城堡解掉這個長槍兵 不好處理啊 除非就是弩炮 那村民術是超級大落後 100村對上69 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為什麼波斯村民怎麼越來越拉越開 除了這個 第三個TC要蓋幾萬 波斯他生村比較快 波斯生村比較快 波斯的經濟能力其實是還不錯的 不過跟大家講一下 他的線上賽事波斯沒有人出 之前有提到 就是因為波斯他是一個衝鋒陣 他沒有陣地戰 波斯這個文明沒有陣地戰 跟斯拉夫很像 我斯拉夫還有一些工程器 波斯完全就沒辦法 對上一些強力的弓兵果 波斯會很慘 我戳戳加 強弩兵這種陣容 波斯很難打 這邊直接鋼起來 哦 這裡有一攻一防的長槍兵 直接戳上去 這邊這一波 看起來對手會輸 現在對手轉這個弩兵 欸這一場阿Q 很強啊 很久沒有玩是一帝國了 瑪莉也是他的招牌文明 我當初上1400的時候 也有製作成影片 然後現在已經1500了 我當兵回來嘛 現在也社會人士工作了 但是這裡的觀念真的很好 用垃圾兵跟他換 他現在這個修道院開在這邊 他也不想要離開 所以就變成說他 一時之間對手不知道 我該不該讓這一塊地 所以他就打了 然後結果就虧了 這波是對手很大的事物 駱駝應該往後拉 慢慢等 比如說你不轉弩兵的話 就遞往上來 遞往上來 或者是 要轉弩兵 你也是要把駱駝往後拉 出了什麼工程器 銜接也都可以 或是直接買一個寶 拉一個寶 稍微做一下經濟調配也可以 現在村民說是129對上85 對波斯來說大家不用太驚訝 因為他爆存很快 但他現在的經濟調配非常不好 經濟是贏很多的 但是他的比例調配不順好 撒田撒得好誇張阿 五十一片田了 對手不用再撒田了 木材也有六十四 哇這個對手是 陳初我說要爆經濟 他是有聽到嗎 爆成怎樣 黃金怎麼人在挖阿 天阿 黃金調配不是很好 現在對手雖然有村民很大的領先 暗示 不知道為何 沒人在挖黃金太忙還是 大家可以哦 三個TC 現在才開第三個TC 然後 這裡蓋一個寶 兩個城堡 好 等一下 波斯 波斯這文明強的地方 就是他有遊俠嘛 也有重裝駱駝 也有大肉嘛 喔 祭兵線是完整的 所以很靈魂的可以得知 好這邊瑪莉還是要出戳戳 好要出戳戳 那如果要正面硬鋼的話 瑪莉的機兵線 也不差 喔 要點出金冠 那駱駝的部分是瑪莉的強項 因為波斯 瑪莉沒有遊俠嘛 所以就是駱駝加長槍兵這個陣容去打 是沒問題的 然後加青騎兵 高攻的青騎兵過去瑞的也是沒問題的 兵陣容上的話 差不多就是長這樣 那等一下就是看雙方的大絕關 帝王時代我覺得雙方的陣容是 以目前來說就是長這樣了 波斯可能多一個波斯弓兵 點出銀罐 然後不用去吃黃金也不錯 不過波斯的弓兵沒有三級色 其實也還ok被青騎兵黏到或什麼的 一樣一下就死了 有時候那個波斯弓兵出來也是戰人口啦 坦白說 好現在說是152 對上104 152 大家有看到波斯 他這個暴經濟的能力嗎 暴春的能力 很噁心很噁心 所以為什麼他在那種游牧那種圖喔 你TC狂開 隨便爆一下村民一下就回來 你根本不怕被RAID 你只要15夠多 你永恆發展 這個是為什麼波斯 他這個工作效益提升 也是有他OP的地方 不過玩的方式不太一樣 好那帝王上來波斯是點了一個格子嘛 RK這邊應該就駱駛了吧 格子馬也可以的 RK這裡的格子馬 滾搭駱駝加戳戳 反正就這三個 這幾個 不會用到工兵了 雙方的不會用到工兵了 瑪莉的工兵也是爛 好到後面不能玩 好現在波斯在前線蓋了兩個城堡 146春對上115 這邊直接點了一個金冠 我們來看一下攻擊力加多少 我們來複習一下 我們來複習一下 應該是6加2 變成6加7 騎士呢 10加7 那這個金冠其實跟 保加利亞的金冠有點像 這個譬如說瑪莉他沒有給3攻 變相的就是要你點這個 金冠出來如果你真的要打這個寄冰線的話 好這邊一波會戰 這一波 誰會贏呢 砸到一發 對手的 格子馬 駱駝 直接蒸發 在抓癢你知道嗎 而且這是駱駝 0加4而已喔 等一下格子馬 轉出格子馬 那個瑪莉也很可怕的 波斯公兵便宜歸便宜 不用吃黃金 但是那是到超級垃圾時間才出 我個人覺得 個人覺得 出了戰空間嘛 現在要200匹了 他結果兵都在這個地方 然後瑪莉一波大洗澱 等一下這波斯完蛋 所以回到剛剛城堡的那一波 這弩兵要轉嗎 我不知道 我的話我不會轉 現在點這波斯公兵 哇 這波斯公兵現在可以幹嘛呢 這個經濟 出一個這個垃圾兵 我不是說要垃圾 但他這個時間點就是垃圾 現在就是 村民 波斯這裡 就大量黃金 趕快去挖地圖控制吧 城堡蓋一蓋 直接 Palarino 搓搓 這個陣容 才是波斯 應該要有的 遊俠加幾兵 才是現在波斯 應該要有的 不是這個公兵 不是這個公兵 就直接說了 不是這個公兵 這就是為什麼 線上賽事 阿拉伯 波斯一場都沒人選 也沒有人出 他的兵種非常局限 然後你現在帝王時代 你用這個波斯公兵 你要打什麼 你要打什麼 打不到東西阿 沒有三敵射阿 沒有強弩兵 現在點Palarino 我還有機會 現在給RKO一波很大的傳奇空間阿 不然以正常來說的話 對手這邊的轉兵沒失誤 我覺得RKO很難打 現在對手把這個戳戳轉回來 還有機會 現在反倒是RKO 特命爆到152村 這邊開始打一個地圖控制 動裝駱駝7加7 進擊兵7加7 對手還在戳這個弩兵耶 這個就是 為什麼我常常 之前 有觀眾投稿 線上轉播的時候 有波斯出波斯公兵嗎 我在轉播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 波斯公兵不要被他 騙了 他很爛 我就直接跟大家講 他很爛 他什麼時候能出場 就是等到沒有支援的時候再出場 因為你等到這個帝王時代喔 波斯公兵 他沒有三級射 也不是強弩兵 你隨便遇到帝王的任何兵種 你波斯公兵都是輸的 包含他現在還沒點這個東西 出出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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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打一個經濟流就對了 好啦 波斯公兵 雙方一個垃圾兵大戰 就看 這邊直接RED進來 這邊直接RED進來 這雙方的兵種的質量不對啊 你有1萬死物 你都打不贏RKO了 打不贏馬力這裡了 那個投石車 還有限制到走位 這邊一路狂飆了 地板好多屍體 好那現在對手轉出這個大漏馬 波斯該有東西也該出來了 撮出他什么時候才要撮呢 人已經進來亂殺了 波斯加里 打到帝王時代不會打了 八十八村八十五八十四 八十一 七十九 七十七七十六 呃这边 不是吧 波斯的疾病去哪里啦 兄弟 現在點那個部落 領領領袖是不是這個怎麼樣 自動射箭 資源太多 這個KD你們自己看 這波斯工兵還在出位兄弟 貝爾 哇看 完了這個這個 這一場 前面對手好強啊 流程都完美perfect 打到帝王時代突然這個 兵種的這個 剪刀石頭布突然 盪機了 波斯工兵的迷思 新手迷思 GG GG什麼 我這盤真的要快速復盤一下 我的風格我轉播 通常我現在都偏 講解比較多了 因為可能我播比賽很多的關係 這邊波斯他到底要 打什麼才會贏呢 波斯這個陣容 為什麼現在賽斯沒有人出呢 因為他第一個 攻兵線 沒有 很多人會跟我說有波斯工兵 波斯工兵 便宜歸便宜 你點出一罐當然是很便宜 但是那是垃圾 大戰的時候才能用 你在這個帝王出來的第一波 搭牆對牆 你直接打波斯工兵 你有 10萬的食物你都擋不住馬力 馬力會直接把你砍翻 而且馬力又不是什麼波蘭 他沒有三級防 馬防 他雖然攻擊力稍微沒有三攻 可是有金冠之後有這個三防 隨便堕都把你的這個工兵堕到歪掉啊 剛好這一場我 順便回應 之前有疑問的觀眾朋友們 就是 波斯工兵 波斯怎麼會沒有工兵呢 波斯工兵 不是很強嗎 還是要講一下 波斯工兵雖然強 但是我會不會有工兵 但是他的時間 他的power spike 不是在這個時間出的 他打到這個雙方都沒有黃金的時候 再出會比較好 但這場很可惜 就算打到 一個半小時 我相信 瑪莉還會有黃金 因為瑪莉的後期 他的加成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所以這一場我覺得波斯 是兵種上 很明顯的很大的失誤 正確的話 我覺得要直接就直接 Palarino 或者是直接 出幾兵 都可以 甚至幾兵加 火槍兵萬一瑪莉這裡轉 步兵的話 槍兵加 火槍兵 瑪莉應該也不太好打 這是我以上的副盤 不過整體來說 RKO在前中盤夾得非常的好 一直到對手 暴露他的失誤之後 反打一波 而且這個金冠真的很威猛 加上你看看他的黃金 這個就是瑪莉他強的地方 後期強的地方 開始感謝RKO的投稿 那這一集的轉播就到這裡 告段落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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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